湖南奇人精通锁蛇术和控蛇术 随手打个草劫就能让山上的毒蛇动弹不得 村民被毒蛇咬伤后只需将胡植那么一烧 就能召回毒蛇救命 甚至还能直接跟蛇进行交流 专家看过视频后 也不理解称其是巫术 难道蛇真的能被控制吗 这天湖南省安华县常乐村的一村民上山砍柴 结果却被毒蛇给咬了 大家都知道这可不是小事 带赶紧去注射抗蛇毒血清 可他的家人并不急着把他送往医院 反而毕恭毕敬地请来了一位老汉 据说他有着一手控蛇术 什么毒蛇到他这里也得变成宠物蛇 这位奇人就是李夏初 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李老汉平时就靠着上山采药为生 不过当地气候四季温暖 只被冒陕 可以说是各种蛇意鼠虫 青睐的地方 时间久了 当地的村民也都掌握了些屈宠的小妙招 可那些小把戚 遇见毒蛇 根本就不管用 还得李老汉出手 此时村民已经中毒昏迷了 李老汉看了一眼伤口就知道 这蛇有剧毒 凭借一般的草药 肯定是不行的 看来得使出 招蛇术了 只要将蛇给找出来 才能知道 是什么毒下什么药 这时候 记者刚好来采访他 正好能见识一下 这神奇的招蛇术 这还等什么 只见李老汉在家中点上香烛 摆上贡品 紧接着就抓着一只公鸡 嘴里面念念有词 仿佛真的有什么咒语一样 做完这些 在公鸡的脖子上一画 鸡血洒到地上的黄纸上 然后将这些黄纸烧了以后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李老汉走到 早已准备好的神堪前 首相里面一摸 还真有一条毒蛇 在场的人都傻眼了 难道这就是咬伤村民的 那条毒蛇不成 接下来的一幕 更是让人惊讶不已 只见李老汉毕恭毕敬地 扶耳到舌头呢 仿佛在听毒蛇说着什么 难道这是在给李老汉 说旧治村民的药方吗 谁知竟闹了一个大乌龙 李老汉称 这只是招时的第一步 记者十分好奇 刚才李老汉嘴里 念的到底是什么咒语 可他却怎么也不愿意说 称这是他家祖传的 而且传男不传女 不过李老汉又没有子女 他又该传给谁呢 该不会这项秘书 会就此消失吧 不难其人 精通锁蛇术和控蛇术 村民遭毒蛇养 他用秘诀召回毒蛇救命 专家看过视频后也不理解 称其是无数 难道蛇真的能被控制吗 李老汉手中的是蛇王 刚才他通过秘书 征求了蛇王的同意 现在他们可以去抓蛇了 记者还没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在山脚下 李老汉还向记者展示了 传说中的锁蛇术 这个孙子很傻 很傻呢 有毒蛇不安年 这个季节 山上的毒蛇可不少 李老汉称自己本身是不怕的 就怕这些蛇看见有生人来 跑出来咬人 还是先警告他们一下 只见李老汉从路边扯了一把草 打了一个结 在草结上画了几个圈 还神神叨叨不知道嘟囔着什么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锁蛇书吗 李老汉告诉记者 用草打劫是为了封身 然后画上祖传的符咒 就是警告毒蛇 不要咬伤上山的人 这一番动作下来 记者也没有看出来 什么特殊之处 这山上的蛇真的能感受到警告吗 您还别说 接下来上山的路上 连一条毒蛇的影子都没见到 不过在记者来之前 也听不少网友说 这都是骗人的 随便编个咒语画个符 就以为蛇能听话了 还不是因为运气好 谁没事天天遇见蛇呀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 却让记者不得不信 当众人感到村民被毒蛇咬到的地方一看 附近杂草丛生 别说一条蛇了 连个人啪里面都看不到 可这在李老汉眼里 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只见他从怀里拿出家伙事 点上香 将黄纸烧掉 然后用石头在地上 画了一个圈 李老汉自信满满地称 只要等香一烧完 周围的毒蛇就会乖乖地跑到 他画的那个圈里面来 香燃烧的时候 李老汉也没有闲着 坐在他画的圈里 念念有词 可这香马上就见底了 结果一条蛇也没出来 记者的耐心都要被磨没了 不禁上前询问道 这招蛇术是不是失灵了 话还没说完 身后的草丛中就听见有动静传了过来 李老汉眼睛手快 一把抓住 仔细一瞧 就是咬伤村民的乃至 随后就见刘老汉从毒蛇嘴里 挤出了一些不明液体 刚回去以后 将这些液体混合到自制的蛇药里面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昏迷不显的村民睁开了眼 伤口也不断的消肿 就连亲眼见证这一幕的记者都难以相信 可当询问原因的时候 李老汉确实闭口不答 记者无奈 只好找了这方面的专家 谁知专家却称 这是巫术 为了保存神秘感 肯定不会告诉外人的 巫术的这个人不一定会告诉大家 因为他告出以后他这个事情就不是个巫术 那么您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